皇帝 永成成婚 听说场面惨淡 没几个人去贺喜 今儿个 四阿哥和新福晋要进宫磕头 你总要见一见吧 皇娘 儿子有正事要忙 皇后有孕也不变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再做错了什么 总得给她个颜面吧 永成出四 她就是吕亲王之后 不再是朕的儿子 她如果要带着福晋 进宫请安的话 那便向皇娘请安就罢了 皇上 臣妾会将贺礼 送去给永成夫妇 罢了 那哀家也就不见了 傅家 被一对福寿御诊 也算是表了哀家的心意了 是 是 贝勒爷 您是要去看您的额娘吗 我可不进去 人家见了庶人御室 我该如何行礼呢 总不能我一个福晋 要去给庶人请安 你远是好好的皇子 前途无量 都是被你圣母连累的 这身额娘我可叫不出口 你是我额娘的亲儿媳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今日 要不是要给皇上和太后请安 我才不进宫呢 平白给人看笑话了 是 也是 没有皇上的恩准我也进不去 我就算是进去了 也不知道该跟额娘说些什么 走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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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儿 您喝药吧 我不喝 不为喝口里的药 竹儿 您要是不喝药 这病怕是好不了了 永成呢 他不是已经成婚了吗 怎么没见他带着媳妇进来见我 皇上说了 不让任何人出入启相宫 如今我要见一见我的儿子们 皇上 皇上也不肯了吗 四府竟出身高贵 怕也是不愿意来见您 几位二哥也来不了了 你呀 有我这么可娘 也是他们的侄辱 不歇一行 免得累累他们 只见我这个样子 王爷怎么练个心也没 都会儿子 但它们还有何人 在哪儿子 他和爺老爷 你没想到 怎么这么我 弄来 我原来为我 我还不愿意 很随便 一步 我看我们顾望 之前怎么处置的 你不知道吗 是 之前都是奉皇上的旨意 赐给了各府的贝勒亲王们 一个没留在宫里 可皇上 御事这都是第四回送花香来了 皇上对御事是心有顾虑 但这几次三番地服了御事的颜面 怕事也不大好 是啊 皇上 御事使者说 这画像里的美人 都是御事王爷亲自挑选的 其中有一位宋姓美人 更是果色天资 皇上您看看 罢了 九流宋氏封为贵人 挪去圆明园居住 不许住在宫里 喳 皇上 御事王爷 还有一封密折给您 下去吧 喳 喳 喳 你瞧瞧 这御事王爷说了 金玉岩并非其母所生 不知是哪儿爆来的野种 连是否为御氏人士 都难以分辨 这御氏啊 最重是血缘了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弄得混呢 他们是认为 朕会糊涂到相信吗 御氏王爷 无非是寻了借口撇清 只是这撇清得也太快了 如今他怎么说不要紧 主要是看皇上想怎么办 金氏 他那是自作孽不可活 由着他自生自灭吧 如亚 再过三个月 你就要临盆了 据青天剑所言 你这一台是祥蕊之台 你不必为金氏 这样的人费心了 朕只希望你安心养胎 平平安安地 为咱们生下孩子 是 青天剑 皇上对青天剑 倒是深信不疑 以本宫的意思 顾且听着 不必当真 当年淑妃那一胎 不就是被青天剑 给严重了 所以皇上才深信不疑呢 听青天剑的 不如听姜太医的 皇后娘娘肚子里的孩子 一切都好 只是 月份虽大了 但是娘娘起座间 还是要小心些 这一胎 对 怕是有早产之余啊 早多久啊 怕是也快了 不过 这孩子只要满八个月 接产时顺利些 也无大碍 总是要小心些 我也好 索性在家里 也懂这么惦记的娘娘 真难为索性惦记了 自己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还一直牵挂着本宫 索性的腿脚不方便 没法来给娘娘请安 于是在家中 做了些小衣服 希望献给娘娘 腹中的小阿哥 小阿哥 你也说是小阿哥 旁的太医 也说是小阿哥 准不准啊 准不准的 总有五成吧 这用得着你来告诉本宫啊 依臣妾看 皇后娘娘服资身后 定是个阿哥 你也是个有福之人 很快的你就会有身孕的 皇后娘娘说得是 臣妾相信福报 也相信报应 听说今时病入膏肓 皇上从未去看过 启祥宫那位罚人问津 倒是听说 永寿宫的那位 被枕出喜脉来了 那太医不会诊斩错了吧 包太医亲自诊的脉 怎么会有错呢 那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哪儿像玉玺了 恭喜主 贺喜主 多年美梦终于成真了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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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派人告诉我额娘 还有陪我去安华殿去还院 好 令妃恩宠不衰 玉玺也是意料之中了 令妃威剑之时 总是受到金氏欺凌 如今今时落魄 令妃却得意至此 真是世事轮流转哪 姜太医 好 娘娘 金预言是不成了吗 回皇后娘娘 卫生看过金氏的卖案 由禁登库 怕是时日不多了 时日不多了 那有些话 必得问个分明了 好歹是宠籍一时的贵妃 如今这般落魄 怎么不见宫里的奴婢啊 人哪 人哪 奴婢在 院落如此这般 怎没人打扫啊 自从我们主生病了之后 就再也不许奴婢 打扫这院中的一世遗物了 外面候着 是 外面候着 爷爷 是皇后啊 你不是快胜了吗 还挺着个肚子来扛销啊 本宫有些话 想要问问你 只是知道我怪不成了 所以赶紧跑来问问 我偏不告诉你 许多事情 没有我的答案 你再疑心 心里也总是难受的吧 你谁让我最高兴的 你不高兴 你比谁都不高兴 所以你不吃药 不医治 自保自欺 撑了一辈子 要强了一辈子 大头来自己的尊严里面 都葬送了还不算 天自己的儿子都不能抬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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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母族蒙羞 辜负了王爷的期许 真不知道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为了御氏尽心尽力 你还不知道 御氏王爷不要你了吧 御氏王爷 你也想得出来 御氏王爷给皇上上了一道密折 说你根本不是贵族之女 而是不知道从哪儿报来的七阴 甚至 都不知道是不是御氏人 你闭嘴 臣起生伤 臣尽来请闻足内津风烧过的宫女 欲言 是非其余是父母送手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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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氏王爷的手机 你不会不认的吧 为了这么一个凉薄的人 陪上一辈子 不值得吧 我这一辈子 都是为了王爷的一个微笑 结果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这是他一刻想的 是他一刻想的 本宫来想要听你一句实话 老婆 景色是不是你拆的 不是我 景色不是我孩子的 宁非的孩子也不收我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为什么富贵会跑出去 为什么富贵会杀了景色 我当时一心 坐在永玄的腿上 你不信是吗 你不信是吗 你是皇后 你是整个后宫的敌人 拉下了你 别人才更有机会 在这个宫里恨算什么 为了利益 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还想知道什么 你问我呀 我都告诉你 你问我呀 孝贤皇后 是我 是我挑索接了梅萍的手 让他跌入水中一滅五湖 梅萍和怡萍的孩子呢 是我 是我 是我看不惯他们 提前安排了一切 然后让慧宪皇贵妃 去做的 是我 还有一瓶 一瓶宫里的舍梅 也是我差人去做的 在这个宫里 人人都有私心 你不利用他们 就只会被他们利用 他们只不过是我的 替死鬼 用皇呢 也是我 是我告诉她 她的母亲哲禀皇贵妃 是被孝贤皇后害死的 所以她才会在 孝贤皇后的灵前事宜 让皇上咽弃她 你还想知道是 对 艾兰 艾兰也是我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阿淑 阿淑你记得吗 她在忠四门法官 也是我救的她 是我把她 带到皇后跟前 让她背叛了你 你看她多恨你啊 我没说两句 她就背叛了你 你还想知道是吗 淑妃 不是我 她换十二哥的时候 我们母子低位一吻了 我害她做什么 你都知道你想要的答案了 你 你是骗我的对吧 你就是为了让我说出这些 让我说出这些你想要的答案 才骗我的对吧